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今天的话题呢 代沟 它是一种树带的勾挂用具 它虽然只是一种小物件 却拥有至少四千多年的历史 古人树带的方式并非一成不变 但树带的习俗却延续了下来 对于代沟的制作使用及树带文化传统的研究 王教授做了非常系统的探索 那王教授可谓是国内系统研究代沟历史文化的第一人 我们都非常期待您今天的讲座 那今天的讲座会预计进行一个小时 最后的半个小时就是提问时间 观众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Q&A的chatbox 就是聊天框中发送文字信息 那到了提问环节呢 我们会按顺序复述来请教王教授 在此我也不过多的占用时间了 我们热烈的欢迎王教授为我们带来 树带金庄 君子谦谦 古代代沟与树带文化的精彩讲座 如果王老师您准备好了 就麻烦可以分享一下屏幕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刘博士 今天我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 这个古代中国古代的树带文化 就是妖坚妖季代 我这个题目是用了千祖文里的 树带金庄 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已经是比较 应该是很精粹的表达了 这个树带的意义所在 当然这个树带是要用这个工具的 除了带以外 还有细带的这个带钩 带钩 带钩呢 在讨古与文物的这个 这个 这个 翻出来讲呢 它应该是比较小 个体比较小的这个物件 但是 它的意义却非常大 它能够体现中国古代文化的 非常深刻的内涵 好 我就通过几个侧面来讲 来表述到我对这个树带文化的理解 认识 讲一讲这个树带 就是 季代 古代季代 体现了一种 一种什么样的 精神 我想呢 首先从我们应该说 心境出土的一些相关的文物说起 首先就说一说海昏猴的发现 海昏猴墓 这个江西南昌 海昏猴墓是西汉 晚期的 这个中晚期 这一座西汉墓墓 但是它里头出了一些比汉代要早的 我们这儿首先要提到的就是这个 有一组这个御组配 御组配是以这个一个御武人为中心的 就这么三件 这个一个组合 我觉得这个中心呢 就是下面的这个御武人 一个跳舞的 这个御武人呢 制作的非常清晰 这个他的舞姿 应该说就有这个 战国的一个特点 我想我们大家如果了解这个战国的宫物的话 对这个看起来应该是比着眼熟 他这么到了汉代的这个刘乌鹤的墓里头呢 刘乌鹤的这个海昏猴的墓里 这一只书名这个海昏猴应该是对前代的文物 也有这个收藏还好 其实不止这一件文物 在这个墓里的也出了一些先情的这个 看待以前吧 这个代沟还有还有这个通气 清通气 我们看看这个御武人啊 他的背面 他也还扎着一个小边 然后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他的这个腰带 你看他记得一个框框的一个腰带 这个腰带呢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特点 他中间呢 有几道这个痕迹 这个痕迹我们推测呢 他应该是这个勾挂这个带勾的勾孔 这个我们后面还要提到一些这个例子 这个玉武女呢 这个做得非常精致 这个这个法式也非常别致 这个他穿的是这个我们按服事实说 它是深衣 深衣这个这个宽带紧缩 应该是有这个带勾 带勾挂的腰间 他的这个五支 这个你看两支手臂一上一下 这个应该是说 这个是比较这个常见的 这个五支这个战国时代吧 我们在这个广州 这个凤凰港吧 也一支信号面里头也发现了一件这样的这个 这个 玉武人 应该说跟海魂口幕那件是非常像的 他的腰部呢 也有这样的一个痕迹 也记着这么一个宽宽的一个腰带 比较这两间玉人呢 他的五支啊 他的法式啊 包括后面的这个身后的这个老后面的那个小 法变在内啊 都非常一致 当然他们的这个这个手臂啊 就是袖啊 这个折断了 嗯 嗯 这个 就是说这个这个牛鹤木啊 这一件 他的右手 他的袖子这段 嗯 杨瀚这个时代类似的这两年 这两年这个玉断袖 五人像 好像再没有发现过 数量很少 风格啊 有所不同 但是这个玉武人造型的时代啊 值得研究嗯 他虽然出土在西汉墓里头 那他是西汉的吗 应该不是啊 因为过去在战国墓里头 这是洛阳新村出的一组啊 一个双人这个玉武人的啊 啊这个双人这个左右便利啊 也就像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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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像的一个啊 这个 一个知识 嗯 那这个 嗯啊 这是这个洛阳青村 这是被被盗掘出土的 嗯 啊这个 也有意思的是呢 他也是一个宽 记得一个宽宽的腰带 这个腰带上呢 也有这样的 嗯 穿记这个带勾的啊 这个痕迹 嗯 嗯 这个是 洛阳青村的 应该是属于战国的啊 双年 育武人 嗯 嗯 嗯 这个 这个 由 这个 金村的 这个 双年育武人的证据啊 嗯 我们可以啊 怀疑在西汉啊 啊 物证中发现的 刚才说的那 两粒的 育武人的像 嗯 应该是 由战国啊 啊 传下来的 这个作品 嗯 而且 应该可以排除 这个纺织的可能 嗯 因为 嗯 嗯 汉代的 也有很多 育武人 啊 做的 他跟 这 刚才提到的这些风格 他是完全 不一样的 就是说 他没有那么 做的没有那么精细 那非常的 这个 嗯 豪旺的那种感觉 虽然物件 不大 嗯 嗯 这个 嗯 我们看他嘛 哈 这是广州这个 啊 哈姆出的 嗯 应该是 嗯 南越瓦牧 你出的啊 这一个 诱人 从这个知识呢 大体跟战国的那个 有点接近 嗯 但是 这个 这个 他的动感 是不是更加的啊 嗯 嗯 这个 夸张嘛 啊 我们看看他的腰间 记着啊 也是宽宽的一个腰带 嗯 他不仅有这个 代沟的穿空 他就把代沟就 比较明确的 刻画出来了 所以这个 嗯 这个发现非常 非常重要啊 南越王牧的啊 这么一件 诱人 南越王牧 因为还出了啊 其他的这个 这个 这个与武人 这个动作 稍有不同啊 但没有明确的这个 这个代沟的 刻画 我们看到 这个 汉代的这个 舞蹈的动作 从陶俑上来看 嗯 这个没有明确的这个 呃 脊腰带 但是这个动作 非常的 这个舞蹈动作啊 就是非常的 傻脱 这是 嗯 西汉牧女出的 陶吾勇 嗯 江苏 徐州 出的 你看看这个 嗯 这个 非常傻脱的啊 那个舞姿 嗯 嗯 在更早的啊 这个战国的处谋里 我们发现了这个牧友 像这么一件牧友啊 啊 保存的还不错 这这应该是原来应该有头发的 它是调了 呃 比较明确的就是太太记得一个 比较宽的一个 腰带 嗯 腰带上面呢 有 代沟的这个表示 是吧 它是用代沟来 哎 这个 这个腰带的 这是呃 呃 金州 楚牧 出的 这么个 细腰带 这个 这个 牧友 嗯 嗯 刚才我们见了哈 在汉牧里的 这个 啊 这是 战国牧女出的 啊 就是金州牧女出的 那个 我们再看看他的 这个 这个腰带 嗯 它是 应该有勾挂的 这个 呃 带勾的 嗯 所以这个 嗯 嗯 嗯 我们由这样的一些实力来看 就是战国 汉代 使用代沟 应该是比较普遍的 而我们看 其实我们印象里头应该是 啊 代沟应该是蓝室用的嘛 嗯 应该是武士用吧 但刚才那些励志 表明 这个 女士啊 也使用这个代沟 素带 嗯 嗯 那么据代沟呢 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呢 我们 呃 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现在都记这个 呃 腰带了 记得这个 是 是 裤腰带吧 嗯 裤腰带 呃 这个 呃 也有一些 呃 是 往左肌呢 是往右肌呢 也有一些习惯的 不一样 但是 但是打多数人应该说 他是这个 那个我们这个 嗯 腰带扣啊 应该是在左手位置 然后这个带头呢 这个是从这个右边穿进去 啊 这应该是打多数人流行的这么一个一个做法 但是 也会有啊 啊 少数的人 比如说是 我们说的这个左利手 左撇子 他有可能是反过来用的 嗯 呃 代沟的用法在古代 呃 也有这么一个左右的选择 啊 我们知道最早在现在考古发行的代沟是 这个 呃 在 在新一世纪时代的两株文化中啊 发现了 这个 这个 两株的墓葬啊 啊 在实在的腰部发现啊 啊 一般是一件这个 这样的 绿带钩 他这个带钩和我们 呃 后面要提到的是 有一些不同啊 他的形式 他的 这个 嗯 包括用法吧 嗯 你看这样 这种 浮原的一个 这个 两种 或者代沟的一个用法 他是 系着一个 一个带子 然后 这有一个穿孔 把它固定在 带子固定在 这一个穿孔上面 然后绕过呢 一个一个 一个带套 然后 勾挂在 这个勾手 上面 嗯 嗯 那这个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 就是带钩 带钩 掌 掌 嗯 这个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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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灯人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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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东勇啊 啊 他的腰部很夸张的 做出了一个腰带 嗯 这个腰带上 掛的一个 很 一个带钩 放大一点 大家看 你看 这个勾手 这个勾孔 这边是勾施 嗯 这应该是从 从右 啊 往左 穿挂的 嗯 嗯 这个 在这幅图片 更清楚一些 嗯 这么勾挂起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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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不同的角度 啊 来看 嗯 嗯 嗯 有 其他一些 比如说 现在 收藏在 这个 嗯 台北啊 公园院的 这样的 这个 育人 嗯 腰刻的 这个 他的腰带 嗯 也表现了这个 代沟 这个代沟 也是 由右 黄左 勾挂的 啊 这比较 比较清楚 啊 我们看看其他一些例子 嗯 也是这样 啊 像这个 这个代沟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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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玉武人也是这样 至少有三个 表示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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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呃 这个 都是由右往左勾挂的 你看看這個 還有這個 這也應該是這個金鐘木裏出的吧 他也是在勾 也是由右往左勾挂 還有這麼一些同仁 這應該是齊國木裏出的 所以東周時候 那他這個代勾 腰部表現也有代勾 這是一個秦登勇 他的腰部也是有代勾 我這舉的幾個例子 都應該是戰國時候的 這個秦登勇 就是舉著這個燈的 這個應該是古人吧 古人他的穿戴都還是很講究 都記著這個腰帶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那比較著名的這個秦勇 秦始光臨 這個發展的秦勇坑裡 我們看到的這些武士 就是這個他們很多都記著有腰帶 這些腰帶都是出路在外邊 而且都有明確的這個這個代勾 這個鉗子 這個鉗子還有 都是有代勾的 這個 這個仔細看 這個代勾 在這兒 還有很藝術的這個代勾 這個 這也是秦勇的 不管在這個腰帶上 我們看看秦勇腰 自己的這個代勾 有各式各樣 很有意思的是 基本都是 從右往左勾掛 只有個別的 應該是從左往右勾掛的 你看這個 到了漢代 這個代勾 看看 這個 這個應該是一個這個 紀約勇 就是 就是 這個 在演藝上 這個 表演節目的 這個 這個 這個勇的 腰際 也有這個腰帶 也勾掛著 戴勾 你看這個 戴勾很形象 這個這個腰帶 還 還 還 吊著這麼一個帶頭 在這兒 這個 這個 還不止一件 好 好多件的這個 這個 漢代的這個勇的腰帶 都這麼表現 這個帶勾 啊 勾著 這個帶頭 這麼懸的 嗯 嗯 嗯 我們 如果用實物的表現 就應該是這樣子 是吧 這個帶勾 它有一個 柳 一個柳呢 就可以 直接 安裝在 這個 帶頭的 一端 然後 在另一端 然後 在另一端 傳有一些 空洞 用於這個勾掛 這個 代勾 嗯 就是 就是 這樣 嗯 那是 那是 一般來說 是直接 把帶頭 勾掛 在 這個腰帶上 但是 漢代還有 這麼一個情況 其實 應該 戰國也有 就是 這個 我稱的 這個勾環配 這個代勾 還 配有一個 代環 這個 它是 這個 分別 安裝在 腰帶的 兩端 然後 這個 這個代勾 就直接 勾掛在 這個 代環上面 叫做 勾環配 就是 這麼一個 配套 使用的一個方式 這應該是比較講究的 有 同氣的 也有這個 預期的 嗯 就是這樣 嗯 倒是呢 這個 很多的時候 啊 發 線的時候吧 它這個 勾環 它是分離的 所以我們沒有把它們 配套起來 考慮 嗯 我覺得吧 這個也是給發掘者 提供了一個思路 就是以後 在發現代勾的時候 看看 它附近 有沒有這個 代環 嗯 其實 其實 這個做法 剛才我們看到 是戰國啊 是漢代 啊 這個做法呢 到了 這個 更晚的時候 啊 原明清的時候啊 原明清的時候啊 我們看到 還 還這樣呢 它不是 它有一個代勾 但是後面 這是一個 一個 排斥 然後它有 勾掛 代勾的這個 一個孔 這個 我覺得 也屬於這個 勾環配 嗯 這是原代的這個 這個 這個 腰帶 我們在 原人的這個 繪畫當中 看到這個 這個 腰帶的啊 既代勾的 這個 方式 也 基本上還是 由 右 往 左 像這個 嗯 這個 這個腰帶 是 右 左 往右 勾掛了 嗯 這有所 有所不同 這個是 由右 往左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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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講 講 代勾的一些 這個 細節啊 在戰略的時候呢 有一種這個 多節組合的 這個 這個 一代勾 嗯 嗯 比如說 海魂和牧米 就出有 這麼 這麼 好幾件 啊 它都是比較精緻的 這個 嗯 嗯 除了 剛才那一件 還有這個 嗯 一個 我稱為 雙子宮 就完全是 同工 同料 同形狀 啊 這麼一個 做法 嗯 也是 很 少有的 一個 發現 另外還有 這樣的 這個 啊 啊 馬老公 也是 這個 在 嗯 那是 海魂侯的 這個 他的 兒子的 牧章 啊 然後還 出了 這樣的一個 多節的 一個 代勾 啊 你看 他是 他是 通過幾節 把它 這個 拼合起來的 嗯 這麼一個 一個 代勾 嗯 這代勾呢 這個 這個 這類代勾啊 其實過去 也有發現 比如 南岳王牧里 也是通過 嗯 幾個 林匠啊 幾組 這個分別製作以後 再把它 拼合起來 嗯 嗯 還有 山東區府的 啊 魯固城 也出過啊 這樣的 這個代勾 他呢 嗯 中間是空心的 空心裡面呢 應該有一個 鐵心 啊 這個 把它 穿起來 嗯 這個河南 嗯 密揚觀眾的 起目裡 出的 也有這麼一件 也就是 那個 家常版的 這個 這個 中間是有 這個 鐵心的啊 你看這個 這個 西安的 和建設工出的 這一件 他已經壞了一截 這個 中間的鐵心 已經 露出來了 嗯 這個 這個拼合的 這個 狀態 就比較 一看 就比較清楚 嗯 看看 洛陽 精緻 不僅出來 剛才看到 那個 玉武人 的 配代勾的 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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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器 啊 還有這樣的 玉帶勾 是多接 啊 分別製作以後 再 啊 組合起來的 嗯 許周漢木啊 也出過這樣的 嗯 嗯 嗯 完全相同的 啊 雙子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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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比較 特別的 一種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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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勾 嗯 嗯 嗯 下面呢 我們就講 講講文化吧 講講這個 啊 嗯 小太高 啊 與大歷史 先說說這個 全富人的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 把人家看待 跟 漢武帝 有關 嗯 嗯 漢武帝呢 這個 嗯 他這個 嗯 嗯 晚年的時候啊 他 他 他要在自己的 兒子當中 選這個 接班人 選太子 啊 這個 選這個 最後確定 確定的是 他的小兒子 啊 劉芙琳 嗯 所謂太子 啊 這個 因為他對這個 其他的兒子 不太不太信任 但是 劉芙琳的這個母親呢 啊 他是只有母狀 就是說啊 這個 他年齡還小 但是 他 他的母親就是 壯年 嗯 啊 為了防備這個太子啊 這個 這個 不過啊 二十多歲的年輕母親 來這個啊 她是叫公義夫人 啊 從演祖上 女后 稱之的律師 她就找了個藉口 就出世了這個 出世了這個 未來的這個皇太后 嗯 就是在這寫信的摧殘小小的太子 劉芙琳 繼承了 皇位 為西漢第八位皇帝 這就是漢昭帝 就是 剛才講的 這個 海昏侯 那個時候的 啊 皇帝 啊 這個 我們說 漢昭帝的母親呢 有一個 有一個名字啊 有一個代號叫 勾義夫人 這個名字啊 有來歷 嗯 這個勾義夫人呢 本來是 河建人士 就是現在的 這個啊 河北的 河建 她姓 趙 嗯 當年 律師 經過這個 河建的時候 有 這個 有人說 啊 這個父親啊 嗯 有一個非常 美貌的一個女子 啊 但是她的手 一直握著拳 打不開 嗯 這個 武帝呢 就要 見見她 就一看呢 確實是非常漂亮 這個 看看她的手 拳 握著 就很 這個 這麼一復活 她就展開了這個指掌 嗯 那這個 因為握著拳嘛 所以叫拳夫人 嗯 嗯 這個 為什麼握著拳呢 因為她的拳 小小娘 握著一枚 代勾 所以 她擁有了這個 勾益夫人的這個 這個 稱號 嗯 那麼 勾益夫人進宮以後啊 深得五弟的寵案 嗯 這個 這個 而且跟她改了一個宮殿 叫勾益宮 嗯 嗯 嗯 這個 劉富林 就是 啊 就是看照地 就是這個勾益夫人生的 嗯 她也 她也 叫做勾益子 啊 說是懷孕啊 有14個月 嗯 才生下來 嗯 五弟說呢 古時候這個 這個 姚底 是14個月 出生的 那 勾益子 就跟姚底一樣 啊 所以就把這個 勾益宮的 公門呢 改名為這個 姚武門 就是很看得起它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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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姆娜 並沒有 因為 這樣的 啊 嗯 處罕 啊 而得到 善終的結果 啊 嗯 就是因為這個 這個劉富林 嗯 被封為 這個 這個 黃太子以後 嗯 這個 就被 這個 這個 好地 這個 刺死了 嗯 啊 我們這就是一個 這個四億吧 就是 手心 啊 拿著一枚 這個 代溝 嗯 其實 確實 出土的代溝 也有很小的 啊 像這樣呢 這個 可以 握著手心的 你看 這個 非常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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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不一 也有很大的 這 最後一的 出土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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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代溝 嗯 嗯 也是屬於比較 比較小的 嗯 嗯 漢代這樣的一些 裕代溝 啊 造型各樣 啊 裕代溝一般 形體 都 不是很大 嗯 說那個和代溝啊 啊 和這個蘇丹文化有關的一個故事 就是說 代溝雖小 嗯 其實它和歷史啊 啊 嗯 嗯 緊緊這個 相連 嗯 就可以 啊 嗯 可以 我們找到一些非常生動的故事 來理解這個代溝 嗯 我們知道春秋 奇幻宮的兩個公子 一個是公子鳩 一個是公子小白 啊 他們都 各自有啊 非常 了不得的人物的輔佐啊 啊 公子鳩 佛佐呢 是管仲 啊 嗯 小白呢 是破碎啊 嗯 這個 嗯 這兩個人呢 都是高人 但是他們呢 要 要 要讓 這 這個 兩個公子啊 啊 都得到 這個 嗯 齊襄公的 這個 這個 後繼的 這個 這個 這個王位 啊 嗯 嗯 這個 這個故事呢 今天時間關系 我真的簡單的說一下啊 這個 嗯 在 嗯 呃 齊襄公 在位 十二年啊 呃 呃 他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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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倆都是唯一逃避宮廷的內亂 一個逃到了魯國 一個逃到了南邊的巨國 那麼就通知他們就回來吧 嗯 兩位公子就熱夜間沉的往齊都寧芝進發 這個廣仲為了讓他輔助的公子就先到極內 他就先率30勝冰車 搬了上去接擊公子小白 過寂寞的不遠就遇見了公子小白的圈馬 寂寞嘛 就現在傾倒不近 管仲就關公射箭 就朝這個公子小白射過去 他看到公子小白倒下了 正見倒下了 管仲覺得這個小白已經被射死了 他就護衛這個公子鳩去往都寧趕路 其實這個小白沒有被射死 管仲內劍呢 是適中了他腰裡的那個帶勾 是帶勾出了這個利劍 但是這個公子小白呢 這個他仰屬就裝屍 跟管仲離開以後呢 他由火速地上漏 終於提前倒下了七度 坐上了王位 這就是鼎鼎有名的齊桓宮 春秋的一半 極環宮很快就發兵攻打魯國 要殺了管仲抱這個遺見之從 不過輔助他的包書牙 說不能這樣做 你要成就這個霸業 那非有管仲的輔助不可 這個包書牙就舉了很多的理由 來說服這個環宮 這個環宮雖然有點動心呢 可是這一箭之從整包呢 這個管仲拿劍來射我 要不是帶勾打住了這個利劍 我這個命就沒了呀 包書牙說管仲是為了他的主子 才這樣做的 如果赦免他 他回來同樣會為新主子小利亞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 七萬公 去打魯國入軍打敗 這個 這個 奧書牙就 帶著 囚車裡的管仲 就回到了七國 這個 環宮呢 就厚礼相待 以管仲為大夫 中尉是政府 認為國相 就是 拿大權給他了 結果這個 這個錯吧呢 非常的 管用 管仲為相以後呢 行的是富國強兵之車 齊國國立大政 成為諸侯中的霸主 就是春秋一霸 嗯 嗯 司馬遷在史記管仲 列傳中 講這個故事 啊 嗯 嗯 嗯 就說 七萬公 啊 受管仲的 這個佛奏 嗯 九和諸侯啊 啊 這個 這個 成吧 春秋 嗯 春秋的代溝什麼樣啊 啊 春秋代溝 不是我們剛開始看的那 長長的 細細的啊 啊 它 比較寬一點 雖然個頭並不大 我們看春秋的金代溝 這是山西寶記出的啊 啊 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應該是黨的一個劍 應該 嗯 不成問題 所以春秋晚期的 楊子瑜在溝 這個河南出的啊 這個 也是一個比較寬大的一個 一個 氣身 一個溝身啊 啊 這是魯國的這個 嗯 戰國時候的這個一代溝 你看啊 它有一個 一個一個 很大的啊 也不是很大吧 就是說比起那個 細長細長的代溝 它的溝體 啊 比較寬 啊 所以 這個 嗯 嗯 擋不住這個代溝 如果像是戰國這樣的代溝 啊 我們看看 這個 嗯 細細的 是吧 這個 這樣的 啊 這個代溝 嗯 那個劍 立劍 真的擋不住 嗯 嗯 嗯 這個 化解著一見之仇 嗯 嗯 嗯 其實在古籍裡頭 就有很多次啊 啊 都寫到了啊 這故事 左傳 國語 史記啊 啊 烈子 和漢代的流向的新劇 還有 《月絕書》啊 都寫到這個 這個管子啊 張公 設這個 黃公 終其代溝啊 啊 黃公 設其大罪 立位 其下 嗯 史書上的 這個故事 讓我們相信 有一枚代溝 改寫了歷史 或者說是代溝 寫進了一段歷史 這枚代溝也許 左右的不僅是齊國 發呆的進程 他挽救了一位 帕主的性命 或者還可以說他決定了 春秋歷史前行的方向 如果不是那一面 小小的代溝 嗯 我們能想像出齊國 來自於春秋的歷史 該會如何演進呢 那沒有齊萬公了 就沒有齊萬公 稱霸的歷史了 嗯 這個 那春秋的歷史 春秋以後的歷史 可能都會 嗯 不是這個樣子 嗯 一個挺有意思的故事 就是 我們都知道問鼎 這個這個這個字 啊 問鼎 呃 其實他講的是一個 啊 土莊王的故事 嗯 這個 這也是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霸注啊 嗯 講的是什麼故事呢 也跟代溝有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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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楚莊王有個名句啊 就說自己啊 他上位三年以後啊 他沒什麼動作 沒什麼動靜 啊 他自己說什麼呢 三年不飛 一飛出天 三年不明 一鳴精靈 啊 那他說的是這個 這個 有這樣的了 啊 嗯 這個 這個 在 在 中王在他即位 第八年的時候 他真的就一鳴精人了 這一鳴呢 這個 這個 與小小的代溝有關 嗯 代溝又怎麼能 這個 這個精人呢 嗯 這個精人跟他問鼎有關 左鑽 宣公三年 就是說 楚澤王親自帶兵 啊 到周 啊 王城的 啊 這個 這個 遠處啊 啊 去罰這個 這個 這個 順道 就到了 周天子 啊 所在的這個 駱都 就是駱陽 他在駱都外呢 成兵百勝 非常得意 啊 周 帝王 派遣 王生滿 靠勞這個楚軍 這個 莊王就 當著王生滿 問起來 九鼎的大小輕重 這個 也就是說 這個 那個時候的九鼎 是象徵這個 正宗的 這個王權的 所以 說明楚王 他是有野心的 啊 這個王生滿 就是說呢 這個 你不用管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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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重啊 啊 其實 人的地位 在如何 是要看他的 德 嗯 德 道德如何 是吧 其實王生滿的年齡不大 但是他回答的 非常有分量 他是點的親重 不重要 更重要的是 明德 天命在德不在地 你問他 親重 有什麼 啊 意思啊 有什麼用處啊 楚王 聽了這話以後 心裡很不自在 他 信心的 班師 回他的 引讀去了 司馬遷在寫史記 楚世家的時候 啊 還記得 楚 莊王聽了 在德不在地 這話之後 又說了一句話 莊王說 啊 只無九頂 就是我們楚國啊 雖然沒有九頂啊 但是楚國折勾之會 足以為九頂 其實就是說 我們那個代勾很多 我們人口眾多 我們啊 都有這個代勾 我們就把代勾 那小小的那個勾頭 給搬下來以後 就可以鑄成九頂了 嗯 這個是 話說得很大 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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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勾之會 這個會 指的就是代勾的那個勾手 啊 我覺得嘛 楚王這個話裡頭 硬硬說的是 代勾 代勾是很小 那個勾手更小 但是啊 架不住這個勾多呀 折斷的小小的勾手 就可以造出九頂 這個劉皮吹的有點大 這也正表現了楚裝啊 沒有將周天子放在眼裡的這個心境 所以 所以他就做出了這個成兵 問鼎啊 想取而代之的事來 所以 也造出了什麼三 三年不明明金人啊 問鼎啊 啊 這樣的啊 我們很熟悉的這樣的詞 嗯 嗯 看看 這個就是 戰國的勾 啊 我們在隨著的勾 上面看呢 有些勾手就是斷了的 嗯 嗯 那 代勾裡面啊 其實 有 很多的故事 有些故事 與孔子 孟子 和壯子 都有關係 那怎麼和 會孔子 和孔子有關呢 嗯 其實 這個孔盟中啊 都曾經 用代勾來說是 或者被動的啊 與代勾 這個相提比論啊 都是啊 以小見大 宣揚那個時候的道理 張子有一句名句叫 切勾者豬 切勾者喉 啊 這句話我們都熟啊 這個勾指的就是代勾 嗯 將代勾與國體啊 並論 嗯 並提 啊 這個 張子呢 在另一篇 文字裡頭 還說了一個製作代勾的故事 說一個專以製作代勾為生的人 八十歲了 他製的代勾非常精緻 人們問他 你有什麼巧 有什麼門道呢 他說 他二十歲開始 就寫愛做代勾了 對其他的事情呢 視而不見 專訊於代勾一記 全部時間都用在 嗯 做代勾上面 按這位老溝這樣的話說 啊 是 遇無無視也 非勾無差也 就是代勾之外的事 我都看 都等於沒看到 所以才能做出 細緻精巧的代勾來 這讓人想到那個鐵柱磨成針的比喻 是確認專心自製說的是同一個道理 嗯 在這個環南寺裡頭啊 我們還讀到這樣一個一個比喻說 孔子舍女修 終不帶 終不道 刀 勾 許由讓天下 終不立封喉 嗯 嗯 這個 這個是說的 什麼意思呢 嗯 嗯 他就是說 要判斷這個人 的事分啊 嗯 嗯 可以根據人的行為啊 能知道他嫌和不嫌 嗯 你看孔子啊 這個 這個 給他的風力 他都推遲了 可是有人說他會 嗯 去盜取這個代勾 啊 那 這個 他 嗯 嗯 這個 直接去做這樣的一個小道責嗎 嗯 嗯 所以在明代的《聲安詩話》裡中說 終不 道 刀 勾 他直接寫著呢 終不道代勾 嗯 這個 這個 詞 路啊 與道勾 這就成了 比較經典的文字 就將孔子啊 與代勾 嗯 結上了這個聯繫 我們還有 這樣的古語 是吧 以瓦住著小 以勾住著大 這是說啊 這個 這是莊子啊 啊 賈托孔子 講了一個道理 嗯 就是說 為了進一步教導 這個嚴冤孔子 啊 舉了一個賭場上的例子 他說這個 這個賭博啊 有的下注大 有的下注小 用陶寬當賭住的人 賭得自在 因為他的 他的本錢比較低 嗯 用代勾 當賭住的人 賭得戰爭盡盡 用黃金 當賭住的人 甚至於神智混亂 這所謂 以瓦住者 瞧 以勾住者 蛋 以黃金住者 混 孔子還說 其中的道理是一樣的 做事要專心自治 如果心有顧忌 就會分散墜令 分散他 啊 古失位 必然 啊 這個混亂 嗯 啊 孔子這個 以瓦住著巧 以勾住著 蛋 這是心理學 範疇的道理 但是不難理解 他的勾 應當 是指的代勾 但他說的瓦 可不是今日說的瓦片 應當指的是陶器 古代稱陶器為瓦器 嗯 所謂這個弄瓦 弄章弄� 弄� 也與陶器相關 不是瓦瓦 弄瓦 弄瓦 也與陶器相關 不是瓦瓦 這個 啊 還有一個 很有意思的一個比喻 叫 勾經 玉語 這個 典故出自於孟子 啊 孟子呢 這個 告知 有一件議論 理義的重要性 以理義 啊 來比飲食 比這個社裕 覺得還不單單是他們精神與無知的要力 議論非常生動 啊 值得一讀 議論之先呢 是一個 任國人 與烏魯子的 啊 對話如首 任國人問烏魯子說 禮儀與飲食哪個重要啊 烏魯子說 那個禮儀非常重要 又問這個社裕 啊 與禮儀 哪個重要啊 烏魯子說 禮儀重要 任國人又是說 依禮謀食 這要餓食 不依禮謀食 就 能 得到食物 那一定要遵守禮儀嗎 一禮淫親 取不到妻 不依禮 能取妻 一定要一禮淫親嗎 烏魯子 烏魯子回答不出來 第二天 他就專程 去請教 他的老師孟子 孟子回答說 這個問題 並不難呀 不明白問題的實質 而表面說是 說精子重於羽毛 難道可以用 一枚帶高大小的精子 與玉滿車的羽毛 去比較嗎 取不到食即使 這樣重大的事 與禮儀上 清美的細節相比 那能不是飲食重要嗎 用取妻這樣大的事 與禮儀上的細微摩羯相比 那能不是取妻重要嗎 孟子還教悟魯子去答覆 任何人問題 就說 扭折胸掌的胳膊 去搶得他的食物 就得食 不留就不得食 你會去留嗎 翻越東銀的牆頭去搂牆 他家的少女就能取妻 不搂牆就取不到妻 你會去搂牆嗎 這樣的一個比喻 這個孟子的原話 我在這兒 我們就不念了 孟子的話說的非常精彩 這個孟子的意思是 是不能用不恰當的對比去懷疑 擬衣的重要性 用我們現在的話說 就是不能穿牛角尖 一勾筋不能與一車與毛 比較重量 是以代溝 與小與輕 孟子 孟子們一定說的是常人所用的代溝 在孟子所處的戰鬥時代 流行的代溝形體 小者居多 但有些王者之溝 貴族之溝也有形體很大的 當然重量也不會大出很多 一勾之重 一勾之重 也不會重過一車的羽毛吧 代溝因此小 而進入朱子的議論 朱子因代溝是小 是輕 闡述他們的大道理 代溝也 贏了朱子的議論 而輾轉 進入了現代人的集中 這個就是 金春初的戰鬥代溝 代溝也可以 比喻治國 裝子就以代溝做比喻 是因為代溝 在當時也是常見之物 戰國時代的代溝 用裝子的話說是 滿堂之座 世鉤革翼 就是作為滿堂之座的人 你看看他們用的代溝 都不相同 戰國時期的代溝 合過這個時代的精神 也是百花齊放 代溝的材質革翼 有金銀銅鐵和玉石 公益精美 這座考究 代溝雖小 不過那些精美的代溝 價值連續並不低 更重要的是 排除地位與財富的因素以外 戰國時代溝對使用者 而言是各有所好 所以它的造型與裝飾 才會有亮度的花色 所以滿堂之座主兵的代溝 才會各不相同 代溝對於所有者而言 並當是非常重要的 切欲代溝 比起切國來自然都是小罪 但切溝者被淡罪以後 卻也造諸殺 可見這罪過 也是不小的 所以莊子呢 專門有一篇盜竊的文字 這個 就是我們應該是都比較熟悉的 叫切溝者豬 切溝者猴 關於這個故事呢 大家有興趣呢 可以去查一查 今天這個時間的關係 我就不展開來說了 他講的這個道理 應該是比較深刻的 講到一個 道溝與道國的 一個對比吧 最新的對比 道國與道成功呢 就是猴 那猴王呢 你道溝呢 政治確鑿 是要判死刑的 是吧 那麼我們 最後講一下 這個蘇修問題 蘇修 我們知道蘇修 也跟孔子有關 孔子說過這個蘇修 就是凡是蘇修的 蘇修 給蘇修 我們都知道這個故事 就是說 送了學費 蘇修 被說成是 這個經學家們說的是那個 腊肉 送了腊肉的學生 他都會好好的這個教 那麼這個蘇修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看看 先看看這個雙子溝吧 我剛才已經說到一些 其實代溝除了單掛以外 也可以雙掛 就一個腰帶裡頭 可以雙溝併掛 也可以把雙溝做成一體 看看這個雙溝 這個除了銅的 也有玉的 這是台湖若木裡出的這個雙子台溝 這個 這個還有這樣的雙溝 這是江蘇的大銀山 江蘇王劉飛沫裡出的 這麼一個這個 其實這個代溝就是 和爾唯一的這個代溝 很有意思的這個代溝呢 是叫做這個 他是著了這個文字的叫 長相思 這是跟這個 長物相望 這是這個 應該是和這個 愛情有關的 這個 當然還有些代溝 寫著 著的是千金經 這是這個 這個 想這個發大財的 表達那個願望 這個 這樣的一些這個雙子溝 還有 還有好多 當然還有這些王子之溝 你看這是 南元王的這個雙溝 還有楚王的這個大代溝 就有五十多厘米長 當然還有這個 錯金 那個 那個代溝呢 已經進入了歷史了 消失在歷史裡頭 其實取代它的就是代侯 代侯就是環帶 這是我們現在的腰帶靠 這個一致用到現在全世界碰行的 代溝雖然消失了 但是代溝留下了傳統 留下了文化 我們還記憶猶幸 這個剛才說到的孔子說 智行素歇理善未成尾焉 就是過去的解釋就是說 這個剩了腊肉的學生 他都會好好的教 這個孔子的意思呢 應該是 智行素修以上 古代男子十五歲入學 要行素修之禮 男子的年齡呢 就用這個行素修來代徵 其實就是一種類似於成人禮 正是因為這樣 所以漢代經學家為素修下面的註語 就是為年十五以上 就是素修 這素修之禮是什麼呢 應該就是所謠帶的禮節 所以漢代孔子 所以漢代孔寒國的論語 就說素修 素代修解 所以說人能奉禮 既自行素修禮上 則接教會制 就人都懂你了 也就是說 戒腰帶了 那孔子就說 這個 還好好的教他 嗯 這個 所以這個素修 不能 讓這個腊肉來解釋 王毅啊 漢代的經學家 王毅出這個醜池的禮梢啊 有一句叫善子約束 善子約束呢 這個 剛才主持人這個介紹 我出的一本代購的旗子 出名 就是善子約束 就是從這兒來的 嗯 這個善子約束呢 其實就是 說的一個文化 嗯 這個 說的 君子 出事 的一個準則 他自從漢代的時候去 這個素代啊 就開始引生為 道德修養 象征這個超壽 嗯 這個 這兒引來一些這個 這個文件 嗯 都說到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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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說到素修 其實就是 素代啊 記這個腰帶 嗯 把這個 記這個腰帶 嗯 說成是 這個道德 超壽的啊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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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表征吧 啊 所以這個 嗯 記腰帶啊 嗯 這個 它也是為人之道 在古代的傳統來講啊 啊 也不僅僅是 我們 所熟悉的 就是與 軍府有關 軍人 才寄這個 腰帶 嗯 這個 那個時候 其實古時候 為人 都記腰帶的 嗯 好 今天的時間 也差不多了 嗯 就 我們就 說到 這 好 謝謝 各位 嗯 謝謝 謝謝王老師 非常感謝 王教授的精彩演講 嗯 聽講座的過程 和拜讀您的著作的過程 是不一樣的體會 謝謝您在短短的一個小時內 呃 待我們游历了 從 呃 新時期時代到秦漢 甚至更晚的 元明清時期的 華夏的代溝歷史與文化 呃 其中看到了很多新的材料 還有一些非常多的圖片 還有詳識的文獻 啊 都讓我們收穫滿滿 那接下來就是提問環節 嗯 我看到剛才有觀眾在舉手 但是大家需要呃 type in 打進這個聊天框裡邊 呃 再向王教授提問 好 那我現在看一下有沒有已經發出來的問題 呃 已經有一個呃 請問王老師 代溝和束帶的佩戴和身份地位 是否有直接關聯呢 只有上層人物才可以佩戴 還是社會各階層的人都可以佩戴呢 謝謝老師 嗯 這個代溝就是束帶 嗯 應該是 其實在戰國呀 漢代呀 嗯 他不是還有配件的封策嗎 這個 這個 配件 他是要 肯定是要束帶的 這個 這個就跟他的角色有關係 嗯 嗯 應該說 我們在這個 嗯 嗯 剛才舉的例子裡頭已經說明了 有地位的人 是不是 這個肯定也是要 要束帶 呃 那些什麼那些 那些 應該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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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比较普遍的 当然重点应该是 比较有地位的 地位高 它的代沟的质量 应该会越讲究 有区别的 好 谢谢王教授 刚才其实对 第二个问题也被回答到了 那第三个问题是有一个 请问老师 代沟实用性的变化 是怎么样的呢 它有没有在历史的什么时期 代沟的实用性就消失了 这样子 这个代沟 其实我们也专门研究过 代沟除了收带 就是把这个腰带 寄到这个腰间 它还可以在腰带上悬挂 其他的一些物品 包括一些装小物件的狼口袋 还有刀剑 都是可以的 甚至是 还可以挂 有一种叫竞钩 这个挂 挂到这样的 可以挂衣镜 这个 当然主要还是这个 这个收带 这个代沟 如果从两种算起 到这个汉代末年 应该是延续使用了 差不多这个四千年的时间 后来被代沟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腰带 腰带这样的 这个 环状的这种 这种这种 这腰带的 器具和取代了 这又延续了 这个 天经两七年 应该还会 还会延续下去 这个 所以 这个专门 应该是 还是比较 比较深厚 好的 谢谢老师 我来读下一个问题 老师你好 战国时期代沟的陪葬 是不是必需品 这个倒不全是 但是 这个有 这个地位 刚才说的 我们说的地位 比较高的 这个 那是必须的 而且不是 不仅仅是放 一个代沟 它也放多件代沟 这种情况 就刚才说的 也有那种双子沟 放两个代沟 这个 从两种开始 我们两种文化 发现的那个代沟 它就这样 有的在腰部 有的 就是在木根 其他的地方 好的 好的 谢谢老师 我这边有一个 长一点的问题 代沟的制作 它是不是有 关注和私注的区分呢 因为代沟的用材 以青铜为主 通常还会涉及 金银铁等金属材料 但这些材料 一般都是 官家垄断的资源 而在考古发掘报告里边 好像并不多见 有代沟的作坊 而铸造青铜器 钱币 武器等的作坊 是有所发现的 所以会好奇 代沟 特别是春秋到汉代 它的制作 是关注为主呢 还是其实是私注的 所以想听一下您的意见 那这个问题有意思 这个我的印象 这个代沟 今天还少讲一个故事 就是关于这个 这个 武钢 武钢的 这个制作 那是说明 它是有专门的 这个工匠 这个代沟呢 其他呢 像刚才说的 那位青铜 铸的代沟 它应该是有专门的作坊 我们在 晋国 这个山西 晋国的这个考古 遗址当中 比如说猴马 就发现了一些代沟的 食饭 就是铸代沟的食饭 这个挺有意思的 这应该是它和别的饭 就是母子 一起出 它应该是集中的一个作坊 应该是观影的作坊 其实我觉得这个代沟 普通人用的沟 这个可能没有我们现在说的这么精致 它用了树勾勾 一个分岔的树勾勾 就可以把腰带勾起来 有一带 有一端 寄到这个腰带的一端 那一端 就是在腰带上打一个扣 打一个套 就套上就可以了 我觉得一般的人 如果寄腰带 可能都用这种 非常简单的 可取的材料 那些玉带勾勾勾 那些玉带勾勾勾 同代勾勾 应该都是在场面上出现 可能很多人在聚会的时候 说不定都会比一比 看一看谁的 很精彩 好 谢谢 满堂制作 试沟各异 确实是在重要的场合 才拿出来使用 而我们考古发现了很多普通的已经是见不到了 那下一个问题是 请问老师古代男女性佩戴的代沟种类 风格或者佩戴的方式有区别吗 跟这个问题相关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代沟是否男性专用 他说因为代沟多见龙头少见凤头 这个问题也挺有意思 这个男女呢 应该说我的印象应该是男性用的比较多 但是呢 这个刚才我举的例子 女的舞人 就舞蹈 舞人 这个她也是有腰带 她要去代沟 这个他们的代沟的样式 有没有区别 我想这个女性的应该是更轻便一些 跟这个精巧一些 但是我们在考古发现当中 还没有细奔到这一步 说是男生跟女生的代沟的 作为一个 一个器物群来讲 她们的区别 究竟有哪些 还应该说我们还说不太明白这一点 谢谢这位 听有 谢谢 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晚唐时期的 博代的 请问老师 竖带的使用呢 到了晚唐时期 是从左右身侧垂下的 可能是佛教壁画的那种 与博代有互相替代的意义吗 请问这种 竖带与博代有互相替代的意义吗 这个应该是有这个观念 但是这个我们知道唐代的时候 应该是从更早到六朝开始吧 这个到唐代的时候 可能这位提问者指的就是那些 这个 定位比较高的 甚至是王者 那种 那种 那种博代 其实 这个 我的印象里头 它一般它都是用两个代扣 两个代扣 这个两边 左右两边 这个 来记得 这个 考古呢 也有一些这个发现 它区别它的地位 它的什么 除了这个代扣的这个金字 还有这个 那个代我们叫代跨 就是那个代板的数量 就是它围着这个腰带这么 对上那么一圈 最高的应该是十三个 十三个这个代板 叫代跨 那个字 很少见的 就是一个装饰 带上的装饰 非常华贵 好 谢谢 好 谢谢王老师 接下来是 有关西域的问题 请问老师 西域早期的一些像是腰带上带钩一样的器物 和中原的有关系吗 现在看来西域的这个代钩 我不知道这位指的是什么 比如说斯基泰人的代钩 斯基泰的代钩它不太一样 这个它后来也用这个代钩 但是最之前的代钩呢 大体差不多 但是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呢 它的这个钩和这个代钩和这个代表 它是在同一个 同一侧 这个光说可能是说不太明白 就是说我们这个代钩嘛 代钩是这个安装在这个腰带的一端 另一个勾手呢 它是从另一个方向勾出来 这样的正好是背面是勾钩 正面是勾手 而这个斯基泰西域的那个代钩呢 它这个勾手是朝那个勾米红一个方向的 就是说它不是这么勾 它是朝反的勾 它跟勾柳在 勾柳在这吧 它是在这 比如说勾柳在这 它的勾手在这 它是这么一个勾手 它不一样 所以说这二者东西 这二者它是不一样 虽然都有代钩 都可以叫代钩 好 谢谢 谢谢王老师 还有一位观众他观察到了 您的PPT上面有一些 人勇 无勇 这些 还有木勇 玉勇 它的腰部的文式 您说是代钩和一些个孔眼 那请问如何区分这些个文式 其实真的是硬的代钩 还是说只是织物的文式呢 它还有一个问题是代钩的左右方向 是文化因素的影响 还是说这个人力的因素去决定的 谢谢 那这个问题也听到意思 这个我的理解 那个因为那个代钩上的那个痕迹 正好是在那个勾挂 代钩的那个位置 所以我推断的是那样的 而且也有证据 也有这个勇的这个表象 包括这个玉雕啊 也确实是那个样子 当然你理解成这个文式 也非常不可 但是为什么就那个地方有文式呢 还有这个左右的问题 这个这是个挺有意思的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个一个 当然这个是一个习惯 是一个文化习惯 是个社会习惯 就是大部分的人 绝大部分的人 都是右手拿着这个 捏着这个带钩 然后穿到左边的这个带孔里边去 那都这样的 有个别是少数 应该可能是这个左边字 我也研究过这个壁画 这个关于左右手的问题 差不多这个就是左边字 就是跟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左边字的比例 差不多10%左右 然后大部分是正少 就是右手 所以这个左边字 很值得关注 这个其实它有一个社会 一个文化传统问题 比如说我们现在拿筷子 这个大部分人都是右手 这个也有少部分人 它是左手 这个如果按理疑的要求来讲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 李吉祥说只能实时教育右手 就是小孩能够吃饭的时候 你要提醒他 教他这个用右手拿这个餐具 当然这跟西藏的餐叉不太一样 我们筷子是拿右手拿的 这个 这就是一个文化一个传统 文化的养成 但是父母如果管的不是太 这个 太严厉 那小孩就可能自由发挥 他就以他的左边字的本性 来吃画子 用左手来做 所以去带钩 去腰带 也有可能有一部分这样的人 他是这样的 包括射箭 我在研究过他就有 少量的这个左撇子 他是 他是 左手拿过 是这样的 是吧 他不是我们说的右手 这个是个挺有意思的问题 是吧 我有一些简单的思考吧 供应给大家 好 谢谢 谢谢 王老师 谢谢 接下来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 也是我关注的一个问题 请问有一种较长的衣钩 它可以安装在衣服的肩部来勾挂着衣领 这种就有像像现在的和尚的加沙服和印度女士的沙利服这样子的 我意识到这个佛教造像的这个衣领钩好像在北齐以后就出现了 不知道王老师对这个有没有什么评论他和我们传统的代沟是不是一回事 这种代沟呢 这个我们这个考古啊叫进沟 就是一进 一进进沟 这个一般是指那个比较小的 那个代沟 而且能够找到这个战国 后来 当然佛教的这个进沟 这个勾这个加沙的 我觉得吧应该和腰带勾还是不太一样 这个用发呀 它的造型啊 应该是还是有有区别的 这个我们因为这个考古发现的局限 过去应该是注意的不太够 那之后再做一些这个研究 好 谢谢这位提问的 好 谢谢王老师 时间也比较紧张了 现在我再选一个问题来问王老师吧 请问代沟在什么时候被替换掉 它能延续到很晚的时期 比如民国时期吗 代沟整体被替换 应该是在这个 安代完了以后 到这个魏晋时候 还有一些 但是魏晋时候已经开始流行那种代沟了 这个宋代开始 宋元明清就开始这个服务过 就做一些这个代沟 一些这个有这个情怀的这些文人们 这个他们会用这样的代沟做装饰 但我们在清代的绘画上也能看到 这个一些武士 他们也记得这个这个代沟 这个跟古代没什么区别 我们在十三年里面 电影里头出的这个裕代沟 好几枚 这个都跟这个 明清的这些代沟 都比较比较洁净吧 但这时候的 已经主要是一个装饰的这个作用了 这个它的实用性 没有古代那么重要了 好 谢谢